这是一座始终与国家同呼吸 与时代共命运的大学校园 这是一段创业新学 菠萨智慧 剖写高等教育发展凯歌的 卷用篇章 辽宁科技大学 这所已传承 以金文化新火为己任的高等学府 就矗立在祖国刚都 安山东部的千山脚下 打开辽宁科技大学的历史画卷 厚重的文化积淀 犹如春风忽泌而来 学校创建于1948年 是共产党领导下的 第一所为安钢服务的野金学校 1958年 为共和国野金行业 培养急需的高级专门人才 而组建本科学院 安山钢铁学院 2002年 更名为科技大学 办学67年 辽科大伴随着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 将人文精神 与所承载的责任使命融为一体 全力打造属于自己的新时代 科学理念引领发展 为谋求快速发展 学校紧紧抓住高等教育深化改革的历史契机 确立创新为先 质量力向 人才强向 特色新校的办学理念 坚持注重内涵 突出特色 提高质量 科学发展的办学思路 坚持野金和应用特色 致力于打造与人为本的教育高地 推动创新的学术高地 和引领风上的精神高地 今日辽科大 已经发展成为 以工为主 理工文精管法等学科协调发展 与国民外高校企业广泛合作 在全国野金行业颇具影响 既为野金行业服务 又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的多科性大学 学校拥有在校生两万两千人 教职工两千人 其中专任教师1260人 教授192人 副教授382人 有学院21个 本科专业56个 有博士学位和NBA专业学位授予权 及研究生推免权 有国家级工程技术中心 国家级技术转移中心 和国家大学科技员 由省部级重点学科5个 省级重点实验室 工程研究中心15个 学校占地面积180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55万平方米 一座环境优美 底蕴深厚的绿色大学城 矗立在群山环抱之中 是师生红文立教 智学求知的理想殿堂 全力培养一流人才 学校以质量求生存 以特色谋发展 以一流本科教学 促人才培养质量体身 近年来 学校获批质量工程项目百余项 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等各级奖励48项 2007年 学校以优秀成绩 通过了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 学校实施人才强效战略 坚持引进与培养并举 打造了一支包括两院院士 长江学者 外专千人计划专家 国家级优秀教师 杰青 攀登学者 省特聘教授 省优秀专家 省教学名师等在内的高水平师资队伍 学校始终坚持 立足冶金 校企合作 注重实践 培养踏实肯干 适应发展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办学特色 以宽靠近 厚基础和强能力为着眼点 全面培养具有创新精神 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近年来 学生在世界网络炼钢大赛 挑战杯大赛 机械创新设计大赛 电子设计大赛 ACM程序设计大赛等赛事上表现出色 获得国际 形成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 学校坚持面向世界 开放办学 扩大中外交流合作规模 提升留学生培养质量 推进国际计划进程 学校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留学生招收资格 百年数人 百炼成钢 建校67年 学校为国家输送了十万名优秀毕业生 他们传承坚韧不拔 百炙不挠的钢铁精神 艰苦奋斗 自强不息 称为冶金工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中坚力量 宝钢创建人李明 原野金部副部长吴希纯 安钢董事长唐富平 工程院院士邵安林 宝钢总经理李春龙 河北钢铁集团董事长于勇 渤海钢铁集团董事长吕春风等一百余人 成为全国各大钢铁企业的领军人物 学校被誉为冶金工程师的摇篮 努力服务经济建设 学校始终坚持服务国家经济建设 积极搭建创新平台 组建大团队 承担重大科研项目 科技成果不断涌现 周诗庸教授的煤加工利用研究 上市南教授的自热室直接加热生产碳化稻壳新工艺 活林教授的ZF法胶著沸腾钢新工艺 汪奇教授的高炉用焦碳和矿石质量平价研究等 科研成果居于国际领先水平 十二五期间 学校承担各级各类科研项目1000余项 其中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国家863计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级项目近200项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各级奖励260项 授权专利204件 科技经费6.3亿元 学校兼实既为冶金行业服务又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 大力推进校企合作 协同创新 先后与鞍钢 宝钢 包钢 唐钢等企业 结成战略联盟 共建研发中心 促进产学研结合 学校与辽宁巨龙集团 共同所建的国家金融安全及系统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是我国金融设备领域唯一的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近年来 学校抢抓机遇 服务地方产业集群 以国家大学科技园为平台 培养孵化地方企业108户 培育上市公司5家 李克强 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及科技部 教育部领导多次视察科技员 对取得的成果予以充分肯定 岁月如梭 贤歌不措 指封目于砥砺前行 辽科大人遵循博学明德 精士智用的校俊 同样勤奋向上求识创新的校方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潮中 服务发展大局 为东北老公业基地振兴 为建设创新型国家 提供更为坚实的人才智力支撑 于与此 仍 ок